你們有在七十 我是一個跟海洋陌生的 童吳小孩 應該說對 童吳任何傳統我都不太認識 而且無感 製作單位走訪全台各地 以紀錄片的方式 帶大家看熱青年 是如何把夢想轉化為現實 把傻鏡轉化為力量 開創兒哨對於在地議題的關懷 那其實大概電視台 現在面臨數位轉型 其實我們在四年前 透過熱青年這個節目 就一直以IGFB YouTube 用不同的形式 跟所有全台的青年去做互動 而且我們是採線上跟線下 我們透過節目的播出 甚至我們每年 已經連續三屆 都會在華山進行策展 我們的製作團隊 是一群很傻很熱情的團隊 因為我們的策展的場部 都是自己親手做 因為我們節目主要是用 紀錄片的形式來記錄說 就是在台灣就是各地 然後不同的年輕人 正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透過他們 希望可以發揮出一些 社會的影響力 然後讓更多人發現說 就是其實很多事情 可能我們只是忘記了 但其實一直都有人在做 然後也有人在堅持地做 熱青年希望未來能夠傳遞 很不同的觀點給所有全台 就是剛才的兒哨評審也是 因為這些熱青年在全台各地 都在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我們希望他們的影響力 透過我們的平台被看見 做兒哨節目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最缺乏的 就是可能是在資金上面 可能會真的有點不足 像拍紀錄片的話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去做一個就是比較深度的拍攝 但有時候可能因為資金的問題 或者是因為一些就是 器材設備的關係 所以導致說我們可能沒辦法 就是更能夠把我們想要表達的東西 表達出來 但我們每一次的拍攝 每一次的節目製作 都其實是盡心盡力的 想要呈現出最好的給觀眾看 節目單位投入心血 製作兒哨節目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也大力推薦 優質兒哨五星節目 歡迎民眾踴躍收看 支持優質的兒哨節目 同時美觀也特別感謝 中加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贊助經費 持續支持優質的兒哨節目 五星獎活動 一起來關注兒哨的傳播權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人家說對 我任何傳統不好都不太認識